最近有多宗病人 没有如实向医生提供病史的个案 有前线医护担心会受到感染 在急症室未能把关 究竟有没有法例 针对这些门报的病人呢 潘耀星讲下 门报去过内地的确诊病人 住过马加烈内科病房 这间医院的护士担心受感染 曾经住过他的隔离床 而又出院 而又不知情 成为一个隐形的感染者的时候 对社区的爆发 是很大的影响来的 大庆市这次的情人 在当东区医院内科护士的马加烈 最近都有类似的经历 他遇过一个去年年底 去过深圳的病人 怀疑有肺炎病症 想多问背景的时候 病人说些不说些 因为高烧不退了 两至三年开始害怕 我们就开始问他 你到底有没有在教后的时间 一月的时候有没有接触过内地人 越问越多就有了 加上一个态度就是 他不会是武汉肺炎的 你们不要隔离他 除了我们靠保护好我们自己 不要等自己成为大伴者之外 藏从藏之间的病人 他们有没有顾虑呢 那医管局可以怎样做呢 那可以怎样做呢 医管局日前说过 会严肃跟进隐瞒病史 或者已知风险的人士 将个案呈交执法机构 但是现时并没有针对病人 向医生缓报的法例 不过看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 第32条 提到自知是传染病的接触者 或者受感染的人 身处任何公众地方 令他人蒙受感染危险 都可能犯法 那可不可以用这条检控呢 本身是律师的病人组织代表 都林志佑说难些 可能觉得身体不舒服 但你很难证明 他知道自己真的有病 所以这类人士 除非他真的已经中了招了 否则的话 你是很难因为他 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有病 而继续走来走 证据是很难 我们很难捉到这些人 而那个矩症门栏是高的 规例的第五条提到 任何人明知 而向卫生主任提供虚假资料 迹属犯罪 林志佑说 卫生署处长可以考虑 委任所有医管局的医生 成为法例所讲的卫生主任 检控门部的病人 这些建议是否可行 又或者有什么方法跟进 卫生署暂时未有回应 有线电视记者 潘耀星报道